世界女排联赛江门战6月6号进入第二比赛日 其中一场比赛中国女排是多点开花 最终以3比0完胜俄罗斯队获得了本战赛事的首胜 本战比赛俄罗斯队两大主力继续缺阵 在四支球队中实力处于下风 5号的比赛中俄罗斯队遭美国队3比0红扫 而在相继赋予意大利和巴西分 中国女排迅速走出失力阴影 在本场比赛发挥出团队优势 第一局中国队以25比21先下一程 第二局中国女排多点开花 严妮在风手晚端表现出色 刘晓彤也屡屡见光 加上朱婷和袁新月的稳定发挥 中国队以25比19再拿一局 第三局中国队顶住了贵手的放呼 以25比22上出 从而以总比分3比0完胜俄罗斯女排 此一中国队改变了过去几场 过度依赖朱婷的打法 不断有球员在攻防上给出惊喜 朱婷的得分从上一场的34分 下降到本场的13分 而刘晓彤得到全场最高的15分 袁新月也有12分入仗 7号中国女排将面对本站 最后一个对手美国队